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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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沒錯 要來的終於都要來了 我決定換一部新的電腦 大家好 歡迎各位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Chris 今天這段影片可以說是跟單車沒有什麼關係 也可以說是有些關係 我本身在用一部比較舊的電腦 整天剪片的時候很厲害 整天很厲害 剪一下停一下 我終於都忍不住了 真的要換過一部新的電腦 今天就和大家一起來看看 電腦是還沒組裝的 機箱我就拿了出來 放在那邊 現在就讓大家看看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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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對了 暫時就是這麼多了 那為何我無故想砌過一部新的電腦呢 一直都在用那部老爺機 我最近買了一個新的GPS的馬錶 那我就可以在影片上面加一些單車的數據 在裡面 但是呢 對我的電腦的負擔就很大 本身我正在用那一部電腦的剪片已經很厲害 整天在拿下拿下這樣 嘩 現在再加上數據 剪片的時候是極度痛苦 那一種的耐性呢 是要昇華到另外一種的層次 真是 我剪一下 停一下 它不是停一陣 可能你要停10秒 然後你又再剪 剪了10秒又要停了10秒 這樣等它撈 嘩 真的受不了 我就決定 那時候剪剪片 我就把我的剪接軟件關掉它 然後上網學一下怎樣砌機 對了 我本身是完全不懂得砌機的 我這部電腦都是我以前和朋友一起 他懂得電腦 然後他幫我買件 然後我又跟上去 上來我家這裡他幫我砌 對了 所以我前幾天就 沒有剪片 然後上網 用了一天的時間 學一下怎樣砌機 然後第二天我就 就把這個名單拿出來 第三天我就直接去買 找了三間的店 一間我自己出去買 其實那兩間我便上網買 然後寄一些東西過來 我這一個 這樣 對了 經過我的研究 暫時這個組合對我就夠用了 正常夠用 加上花費也不算很高 我買這些東西全部加起來就花了8000元左右 8000元這個數目我覺得算是便宜的 因為有些電腦可以上到2萬多元 3萬多元 還有我平時的單車 單車買回來也要2萬多元 現在組一部電腦 我電腦每天都要用 8000元也算是便宜的 而且可以用很久 不過我自己研究的時候最擔心的就是會在想 會不會組一部電腦 組到頭大身小 即是我買了現在最新的Sumaro 12速電子變速回來 但是我的車架是SCR 極度奇怪的 可能裝都裝不到上去 我自己學砌機的時候也有想這些東西 然後用了我一天的時間 整天就在這裡讀書 上網讀書怎樣砌一部電腦出來 最後就買了這些 現在也介紹一下 首先CPU就是最重要的 我剪片比較大的需求就是CPU和RAM 其次就是顯卡也有少少幫助 可以減輕CPU的負擔 CPU我就選了i7 買了$2500左右 不過上到$3000多的話就買AMD 好像會好一點 然後其實我還買了RAM 不過RAM就唯獨是還未寄到過來 所以我要可能要等一會 又或者明天它才會過到來 那一條RAM我就買了是32GB的 我現在本身用的那一部電腦就16GB 然後SSD我就買了這隻SN750 500GB 500GB應該夠我用了 相反 然後另外這隻Blue的Hardisk 我就買了4TB 買回大一點點 因為我這部電腦是用2TB是不夠用的 所以我要買多一隻 4TB一定沒死了 然後底板我就買了這隻微星的B560M的一隻 底板 今次這部電腦我就想試一下水冷 那就買了這一隻 不過我買完這隻之後就發現 其實以水冷去看的話 應該有其他品牌是會更加好的 不過我已經買了這一隻 所以就原用這一隻 對 還有這一隻水冷都挺便宜 之後就買了這一隻火牛 750W 大家如果是砌開機的話 就可能會想 要不要去到這麼高 750W 我本身是想買650W 但是現在 如果你有玩開電腦的話 就會知道 顯示卡很難買到 ROTX的30系列 本身我打算買 其實我都沒決定好買什麼 因為它將一張都 沒有貨 然後就算有貨也很貴 那我顯示卡就不買 打算用舊的一張 不知道我未來會升哪一張 那我就直接買個大一點 貴多一點 不是貴很多 那就寧願750W 不過又是一樣 跟水冷一樣 我發現 應該有其他的品牌是會更加好的 以一隻火牛去看的話 不過不要緊 那現在就要等我的RAM 才可以組裝一台新的機器 那我也是用舊的電腦在剪片 那讓大家看看紙皮箱 我選擇的機箱就是這隻箱 這隻的箱在我上網研究過這麼多款 我個人就挺喜歡這隻箱的 所以就買了這隻 後面看就是這樣的 看看這個設計圖 1 2 3 4 5 6 7 8 可以把它拆散 我看這個機箱 它不是完全玻璃 有一些機箱是做到很玻璃的 我覺得如果太透的話 裡面又有那些光 會很殘眼 真的光到白內障 所以我不太喜歡 我想它裡面是有RGB的燈 但是又不會太光 所以就選了這隻機箱 它有一個 它這裡是透明的 但是正面這些位置 就不是透明的 所以不會太光 有些是前面也是透明的 然後它前面這裡有一個設計 我個人是非常喜歡的 就是它這裡有一個Logo 它的Logo是可以 可以打開的 這個位置是可以打開的 不過我上網自己看的時候 都看到機箱跟以前那些很不同 連零件都會亮燈 我以前看的那些RAM 是不會亮燈的 它現在有些RAM是有散熱的片 然後有些燈 會亮燈的 水冷又是一樣 都是會亮燈的 那現在的機箱也都漂亮了很多 不過它這個打開 最主要不是就這樣給你打開的 它是打開完你可以拆出來 它這裡有一塊 防塵網你可以拆出來直接洗的 就是這樣 然後它這裡有一塊防塵網直接這樣 整塊可以拆出來的 拿去洗 我覺得這個設計很方便 然後機箱上面已經是進化到 這個電腦是這樣的 跟我本身以前的是不同 它有一個Type-C的插頭 在這裡 嘩 真是 兩個3.0USB 這個感覺就好像我本身是在開一架 可能2015年的TCR 現在看到 直接買一部Dogma的F 感覺就類似是這樣 雖然我這部電腦就不是最頂級的電腦 對啦今天主要就不是給大家看我單車的一些相關的東西 但是這部電腦就是我剪片的新的器材 雖然還沒砌好 嘩我現在剪片的感覺就好像拿著一部fix gear踩上去 施止停 踩的話可能會踩到的 但是你中間要停幾次 又或者要推斜 那我用著我的電腦 正正就是這一種的感覺 我希望我轉了這一部的電腦之後 就變成真的好像用著我的 用著我的一部的canyon踩上獅子停 那今天這段影片就來到這裡了 多謝大家收看了 我都希望 真的希望 RAM快點來到這裡 然後又可以直接自己砌一部機出來 多謝大家收看了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